嘿,大家好,我是Joanna 那么今天咱们不谈地产 我想和大家聊一聊 做视频这几年来的一个感受和心得 我非常感谢所有的油管小伙伴们对我的支持 然后呢,这几年经历了非常多 生活上的,工作上的压力,打击,收获,成长 这个都是对于我来说宝贵的一个经验 那么也有很多油管的小伙伴呢 通过微信加上了我 然后我们私聊也变成了非常好的朋友 真的是非常感谢有这样的一个平台 我可以和大家直接的沟通交流 那么呢,不仅仅是为大家介绍这个美丽的城市 而且呢,真的是有实际的帮助到很多朋友 那么这几年呢,真的BC省经历了很多 那么首先呢,是COVID疫情 那么我们的油管视频呢 基本上是和COVID开始的时间一样 当时呢,我正好是在家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事情做 当时全部都封城了 所以我们就想呢,我们就在YouTube上宣传一些信息 给其他城市的朋友 就是这么简单而已 当时也正好是生了二宝 所以呢,有时间陪伴两个孩子一起成长 现在老大月亮已经是非常的懂事听话 有爱心 老二呢,也是很健康 然后最近发生的这个BC省的几个城市 Aberstford, Merit, Princeton全部是山洪爆发 然后泥石流,洪水淹没整个城市 很多的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然后呢,这个中间有很多的人 他现在都是来到Kolona避难 我们也真的是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能够帮到这些人 所以呢,在各个平台上 比如说去把我们的房子拿出来 给这些灾民去居住 或者是去Foodbank 给他们寻找或者购买食物 但是我觉得力量非常有限 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关注到这一次的灾情 然后去帮助就在我们身边的这么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他们的所有的财产房子基本上已经全部消失了 需要从零开始重新生活真的很难 那么大湾地区呢 现在基本上和加拿大的其他所有的城市 从陆地上无法到达了 除非得从美国绕 所以呢,像在Kolona呀 温哥华呀都出现了大量的在超市抢购的现象 其实这个倒是真的没有必要 对于Kolona来说 我们的食品呢,大部分来自于阿尔伯塔省 所以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不要有这个恐慌的心理 那么真正要做的呢 可能是去关注到这一部分需要帮助的家庭 那么通过这个持续的疫情和灾情 也让我意识到 其实最重要的呢 就是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和健康 其他没有什么困难 是无法逾越的 那么可以在Kolona持续的不断的帮助大家 也和我这个强劲的团队密切相关 我们团队十位团员 真的是每一位都非常的棒 我很感谢有他们的支持 非常感谢大家三年以来的支持 我们也会继续呢 把好的视频带给大家 如果有什么希望我们拍摄的内容 或者了解的话题 也都可以直接私信我 或者给我留言 谢谢 再见